現在要教SALUT 鑰匙醫師的時候 你要配對新的鑰匙的方法 那個先看到保險絲這邊 右邊這個被用保險絲拔掉 然後插到中間這個學習模式 那再來我們原車這邊有一個 四個數字的ID碼 就是免鑰匙啟動的那個密碼 那你要先開關這邊 推往S1樓方向 然後主開關壓著 閃燈之後呢 馬上輸入你的密碼 9784123456789 確認1234567 確認12345678 確認1234 那個身份確認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烤貝鑰匙了 鑰匙放這邊做晶片感應 主開關壓一下 烤貝成功 那剛剛有閃紅燈 那是因為這把鑰匙已經烤貝過了 那第二把 烤貝成功 那第三把 烤貝成功 那他20秒之後會 結束 烤貝模式 那等一下他會閃一個藍燈 代表 那個烤貝的時間就結束了 好 這樣就烤貝完成 然後 那個保險絲你要拔掉 插回 原本的備用這個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現在這三把鑰匙 都已經烤貝到 這台車子裡面